国民党立委徐巧新 他所曝光的这个外交部的密件 包含了台湾援助乌克兰的部分 但是在今天他拿出了一个东西 来反击泄密案 他说呢 其实捷克方面早就已经曝光了 难道说外交部长吴钊燮 你都不知情吗 他说已经公开的就不算是秘密 我们的外交部长真的是失职丢脸羞耻啊 好难道说你下一步还要对捷克方面提告吗 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在早在3月26号 捷克的官方杂志 就是捷克的现代外交经济杂事上头 就已经报道过了 好捷克已经支付了第一批货物的费用 但是其他的货物将会由台湾政府提供资金 东亚国家将提供总额为1000万美元的资金 并且会在三年之内逐步的来拨付 好换句话说呢 捷克公司已经跟政府合作了 并且在台湾的财政支持之下 努力帮助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这个总金额应该是高达25亿克浪 好因此呢 许晓星就说了 不知道哪里有泄密耶 巨额资金没有办法监督吗 好但是他也提出质疑了 这30%还有40%的 台湾医疗采购的部分 其实完全是规避了政府采购法 他怀疑这个地方 才是让外交部很生气 跑去提告的原因 这一大笔的金流 透过这样的MOU的方式 完全回避了立法委员 以及人民的监督 因为他最后不会刊载在任何的文书上 也没有人能够监督他 因为我们能监督的是哪一个部分 就是当初他们进来审查预算 说要重建乌克兰嘛 说要跟一些其他的国家一起进行援助嘛 这些我们都同意啊 然后把所谓的这份人家公开的资料 列为密等 然后呢 说要30%到40% 300万到400万的美金采购 台湾的衣材 可是却不是由台湾的政府来公开采购 是由CHTI 这里又提到哦 CHTI在哪 我找一下 等一下 来这里 由捷克卫生技术研究所CHTI 收到整个计划 三年的一千万美金之后 他们才来选择台湾的衣材公司 所以他们对台湾的衣材公司的 所有的选择 所有的采购 对我们台湾而言 中华民国而言 是不会留下任何的记录的呀 那要怎么去查证 这些款项 有没有被良好的使用运用 有没有进到乌克兰呢 要支持乌克兰 我们都很同意 跟捷克 立陶宿等国家共同合作协助乌克兰 我们也很同意 但是在这些议题上面偷偷摸摸 投机取巧 回避国会的监督 不让预算的流向 让国会能够监督 这才是我们今天提到的最大的疑点 而我要再次重申 3月26号 捷克的外交官方期刊 已经全部揭露相关的内容 所以我出示的东西 全部都是已知的公开资讯 它根本不是一份密件 捷克政府公开透明 中华民国政府遮遮掩掩 高下立判 大家可以思考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 这个是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现在深陷三大案当中 难道说又有第四案了吗 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到有人说这个案子 也是北市科2.0的翻版吗 这个是由柯文哲所签订的 南港转运站的BOT案 由于工程进度不断地延宕 还有权力经对半砍 因此引发这个绿营的市议员 执疑说这个案子就是 北市科2.0案 另外很可能设幣的第四案 说的是万大第一果菜 及鱼类批发市场的改建案 因为这个案子已经三度流标了 但是最后在追加预算 49亿元之后 是由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得标 当然现在议员所执疑的 是不是当时的北市府官商勾结 在做绑标呢 因为沈庆金赶标 根据议员的说法是 因为他跟柯文哲是好朋友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官商勾结 但是针对这个部分呢 中华工程立刻发出了声明稿强调 过程当中是绝无不法的 同时呢 柯文哲他也说了 为什么每个都怀疑他 图立国民党中常委呢 好他说那个时候是因为遇到疫情 营造物价上涨两成 原本别类的预算盖不完 所以才会追加 因此他也说了动不动就约寻 其实只是在作秀而已 好但是呢说到这个柯文哲 所卷入的三大案当中 其中一个案子金华城这一案 现在还扯出了所谓的都根密报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 政治评论员温朗东指控了 他说呢国民党立委徐巧新 背后的金主是建商达勇建设 好他说呢 徐巧新一边在当达勇公主 另外一个身份就是金华城的大法师 因此呢他质疑说 徐巧新是利用职权 在推动南松山超过百亿元的都根计划 然后呢就让达勇建设的都根案销售 能够更加的顺利 不过呢针对这个部分 徐巧新的说法是 谁管他什么金华城 他说呢不管金华城的容积率是多少 都跟他无关 因为对他来说 妈妈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进一步温朗东也在脸书 公开了一张照片 他想问问徐巧新的是 你在买房之前 有去金华城的容积率放宽的都委会签名 好他说你功课真的是有座足哦 但是徐巧新的助理 立刻也在脸书发文反驳 他说啊这场会议 其实徐巧新本人并没有出席 而是由他代为出席的 他说呢是否邀请明代来参与 由助理到场聆听来做代签 而且他强调了在事后 徐巧新也没有关心 或是针对这场会议做出任何的指示 好当然现在不断被绿营 还有被所谓的测意在做批评 徐巧新在今天也直接回呛了 为什么测意要逼他谈自己的家庭状况呢 他说自己的妈妈离婚之后 一个人住 为了想要就近照顾妈妈 所以才会在附近买房子 如果从小住在这个地方 就叫做精准投资的话 那么难道他是小神童巴菲特吗 所以我很遗憾要在 这么多媒体的前面讲 我妈妈一个人住 年纪也大了 那她也离婚了 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些测意网军 要强迫我在媒体面前 讲出我的家庭情况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我希望我可以住在一个 离我的母亲走路只需要五分钟的距离 所以我们两个的家里 大概就是相隔一条路这么远 这就是当时我去选择 这个中古屋的原因 所以所谓的眼光同姿精准 是指我五岁的时候 就住在金华城旁边吗 那我也太厉害了 小神童巴菲特 有网红造谣说我签名 结果那根本就是我的助理代签 我可以承受高强度的政治攻击 可是我的父亲跟母亲 他们不是政治人物 他们只是普通人 有议员说 我家未来可以卖到六千万嘛 那我今天公开的说 我可以四千万卖给他 麻烦各位记者朋友 帮我问他要不要买 要的话我们明天立即教务 是不是我们先 先不要让他等这么久 绝对没有超贷 有问题去向银行检举好不好 他们每次说超贷都翻车 有任何问题去找银行 去找金管会 你就去查 绝对是查五不法 知道关于我婆婆的那个案子 金管会没有要查吗 他们已经了解了所有的案情之后 发现根本没有义乌三代的问题 所有的政论节目都是在造谣 这样小心 我觉得小心 这个现在不是在切香肠 我们要再次强调 国民党的立委干干净净 如果有任何社会质疑 请赶快来查 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的人 现在突然变成民进党的网红 不断的在攻击 握有媒体的优势 不断的在造谣 然后让国会议员 没有办法好好的权力的 在政务上来发展 这个就是民进党的物贼战术 我要再次强调 有任何问题请马上法办 没有的话请闭嘴 不要再攻击国民党 这些认真负责的立委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俊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艺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